大家好,梅西事件在霍启康的操纵下 中共的配合下,现在是再起波澜 我想啊,这个也有他们的用意 因为中共今年开局不利 各个方面负面新闻不断 它可能也需要这样一个热点新闻呢 来掩盖他们目前的窘况吧 所以双方一排即合 那么在上一期介绍梅西的节目里头 我就说了,我们要追求这个事物的真相呢 我们要回到这个事件的起点 就是它的原始合同是怎么签的 如果这个合同签订了,梅西必须上场 我相信梅西作为一个世界级的球王呀 他是有人格魅力的,他一定会上场的 但是你如果合同约定的语言不详 或者是你们想占梅西的便宜 就是按照中共的那个思维嘛 把你裹挟过来,然后一看球迷这么热情 然后跟你说呀,你看来都来了 上场踢几分钟又如何呢 对不对,如果他是本着这样一种思维 那么这个事情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 梅西是一个讲究契约精神的人 中共这边呢,一贯是本着能多吃多战 就是这样一种心态嘛 所以现在很多名言的网友评论呀 货家回归大陆以后,把香港的法治精神已经丢的是荡然无存了 把中共这套无赖的做法呀,完全学会了 他想这次运用到梅西身上 结果梅西就根本不了你这一套了 所以现在把货家搞得下不了台 他只能靠煽动民粹呀,来掩盖这个事实的真相 现在明言的网友呀,都看出来了 他们搞的是这套东西 那么现在我认为啊 霍启刚、霍启山兄弟呢 也看来了,这个事也出大事情了 他们就不断的挑动民粹 想拿民粹的热情呢 来掩盖他们所做的丑事 但是明言的网友可不认呀 就是说,你把合同亮出来吧 对不对,你合同亮出来 一切事情不都清楚了 吵了这么多天 你们为啥不亮原始合同呢 对不对 也有网友说,梅西为什么不亮呢 我认为这是梅西憋的大招 他现在就是让你这样子吵 现在就是不亮合同 到最后搞得你下不了台的时候 梅西把合同一亮 我看你霍启家兄弟怎么收场 对不对 这个事情搞到最后呀 没准共党还要出来呀 找一个背锅侠 哪怕不是你霍启家兄弟 可能也要在香港政府里头呀 找一个具体的办事人员 所以我看啊 从去年的那个日本西太后餐厅开始 到伦敦火车站的钢琴师 还有现在这次的梅西事件啊 中共的这一套战狼战术呀 看来是不灵了 那么我们把这个事情再来捋一下 我们先看这个霍启刚 现在又在此庙鼓动民粹啊 他又发长文 他说呀 这件事绝对不能就死罢休 迈阿密国际队在日本的表现 是在香港球迷伤口上撒眼 然后他还在这贼喊作贼 希望知道真相 希望一个合理的交代 希望迈阿密国际球队呀 出来做一个解释 他现在是把这个球呀 完全都踢到迈阿密国际去了 难道说他这一套说辞 明眼的球迷不会分析吗 对不对 人家想作为当事人的一方 梅西为什么不着急呢 对不对 如果这个商业合同对梅西不利 那么你香港政府 完全可以正大光明的起诉梅西嘛 你也可以起诉迈阿密国际嘛 对不对 为什么你现在不走法律途径 而是搞舆论战呢 这就是中共的一贯做法 混淆视听 当然啊 清醒的人也只是一部分 很多五毛粉红呢 就借着这个事呀 开始炮轰梅西 开始炮轰阿根廷 接着呢 这个战火扩大了 就是烧到了梅西代言的这些产品 现在梅西代言的呢 有几个中国的热脸产品 第一个是猛牛 第二个是赤水喝白酒 第三个是吉兔苏地 还有一个什么咖啡吧 现在这些五毛粉红呀 给这些企业施压 让这些企业呀 放弃梅西的代言 并且放言呀 如果他们不这样做 我们就抵制你们的产品 从目前来看这几家企业里头啊 这个猛牛的态度是比较强硬的 说我们的产品啊 喜爱不喜爱呢 是消费者的选择 但是他没有替梅西这个话题 另外几个厂家呢 都是沉默不作声 还有那个咖啡店最搞笑 在他们门上的广告话里头啊 用一个春节的福字呀 把梅西的脸给遮住 确实现在这些五毛粉红呀 已经成了国内发展的一股反力量 一种反制的力量 人家这些企业跟梅西前代言呀 那也是一种商业行为嘛 大家都要遵守这个合同嘛 但是在他们的言语头 合同就是一张废纸嘛 想要的时候就有用 不想要的时候就作废 哪有那么简单呢 对不对 所以这些五毛粉红呀 从现在网上的情况来看啊 闹得有点过了 你的对象是梅西 最后你伤害的呢 是你这些国内的民族企业 这些体验提供的产品跟服务 甚至是创造的就业 创造的财富 都是为你中国在服务嘛 你现在因为对梅西不爽 你就要要挟这些企业 你想想你们这些脑袋 是不是进水呀 那么另外我们还要看到啊 这些五毛粉红战狼呀 都是在那安全的地方 是最勇敢的 他们对这些民营企业啊 就是喊打喊杀 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敢 对华为喊打喊杀呢 因为2016年的时候 华为也是让梅西代言的嘛 那么你们怎么不把华为的 这个老账揪出来说一说呢 对不对 因为华为跟中共的关系亲密嘛 甚至连微信都不敢得罪 因为2013年的时候 微信也是请梅西代言的嘛 他们为什么不敢针对微信呢 对不对 所以这些五毛粉红啊 你看他平时叫的响 他们也是眼睛很亮的 对那些没有危险的 对那些民营企业 喊打喊杀 但是对赵家人的企业 他们可都是服服帖帖 这就是他们的本性 但是对国内的这波浪潮呀 梅西可没有惯着他们 梅西可是对他们是针锋相对的 前两天在这种舆论的裹挟下啊 杭州市体育局呢 出了个文 他是这样说的啊 关于阿根廷足球队来行比赛的声明 作为商业赛事 前期母公司与阿根廷足球队 洽谈于今年三月份来杭州进行友谊赛 建于目前众所周知的原因 据向主管部门了解 该赛事举办条件不成熟 以决定取消该赛事举办 特告杭州市体育局 2024年2月9日 这个声明出来以后呀 这些五毛粉红战兰就高潮了 他们认为啊 这是政府给他们背书 他们抵制梅西有理 因为体育局是老共的单位嘛 这代表政府一级的部门嘛 政府都出门抵制梅西了 那么他们觉得他们这种行动呀 政府是支持的 就好比义和团得了太后的一纸一样 网上的说法呀 也是五花八门 总体的意思就是看 中国现在强大了 有钱了 你梅西不就是个踢球的吗 你到中国来不就是想赚钱吗 对不对 我们现在抵制你 不让你到中共赚钱 看你梅西会怎么样 这是五毛粉红的讲话 他们的智力水平啊 太低了 他们就是屌丝一击的人 每天还为自己的工作 为自己的生计而发愁呢 却在替国家操了这个心 这个事情 你说人家货家兄弟在里头残伙 人家有巨大的利益 这个还能说得过去 你说关你们五毛粉红有什么事情 甚至梅西就是来踢球 你们甚至也没有钱去买那个球票吧 对不对 就是这样一帮人在网上喊打喊杀 但是这次呢 梅西可没有惯念他们 可是给他针锋相对 在杭州市体育局发出这个通知一会 梅西马上在他的社交网站上 发布了他在美国超级万橄榄球比赛的广告 那么这个广告 梅西的收益是多少呢 1400万美元 折腾他的那个广告时间啊 相当于一秒钟23万美元 就这一秒钟梅西的收入呀 和那很多五毛粉红战狼呀 一辈子都赚不到 所以你们在那无理取闹什么呢 梅西作为一个国际巨星 一代球王 他做任何事情 他肯定是有周密的考虑的 他不可能像你们这帮流氓无才者一样呀 没有脑子 他妈不可能像你们这帮屌丝一样啊 做事情不经过大脑考虑 甚至他的团队啊 对一切的风险啊 都是做过评估的 所以香港的这件事呀 让我看啊 如果霍家兄弟是个聪明人呀 现在就是该给球迷赔的钱呀 一赔 然后这个事情呢 就不要再坑气了 慢慢的把它淡化下去 可能这还是最好的结果 如果这个事情继续往高炒 最后梅西亮出原始合同的时候 我看这个事情啊 他们怎么受吵 好吧 这期节目呢 我们先聊聊这 如果后面有更新的动态啊 我再来跟大家聊这个事情 如果你喜欢江泰公频道呢 请订阅分享 点赞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请订阅分享 请订阅分享 请订阅分享